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呃 今天是5月14日 我剛剛看到一則新聞 這個新聞呢 剛好跟台灣假奏武士隊的隊員發同證 有相當的關係 那這個新聞上面呢 我看底下沒有他的留言 意味著他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他下午要過來拿東西 我來看看他知不知道這件事 那如果他不知道 那這個新聞就會給他一個很大的驚喜 那我們看看最後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OK 掰掰 阿正 阿正 什麼事啊 周老師 你過來一下 好 是 周老師什麼事情呢 你看一下上面那個網頁 好 這不是台中市中區區公所的粉絲專頁嗎 是啊 你看一下 周老師你要老看什麼呢 你再往上推 好 這不是中區區公所中區便不一樣的影片嗎 不過我在他們 這部影片下按讚以及分享他們的影片 是喔 因為他們有辦一個抽獎活動 然後想說 看自己的運氣 能不能再得獎名單內 那你知道他們已經公佈了嗎 我倒是還不知道 那你看一下吧 好 不有那麼新的事情 中獎嗎 如果中獎呢 獎品要不要跟我分享我 當然一定要跟周老師分享 不過應該沒有那麼新的事情 還是說 周老師你早就知道了 我是前兩天 有看到這粉絲專頁 也知道你有去貼文 那你看一下吧 欸 有了有了 得獎名單已經出來了 那前幾天 我們來看一下有幾位幸運 看自己有沒有在裡面 對 這一次得獎有幾個 這一次的話 恭喜一下得獎 總共有30個 是喔 我們來看看 欸 這是我大神的照片 還是我的名字 對啊 其實前兩天我就意外有發現了 所以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有 竟然真的幸運可以抽中獎品 欸 所以呢 你的獎品就是要跟我分享啦 當然一定要的啊 那我要 留言謝謝他們主辦幫 舉辦這次的抽獎活動 OK 欸 周老師 我怎麼看到你今天留言啊 呵呵呵 所以我是先 先 截足先燈 欸 結果你早就知道了 真的是喔 呵呵 所以也是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喜啊 欸 欸 Soon After 既上次在台中市中區 的粉絲專頁留言之後 沒想到今天 中區的 林中訓區長 特地跑來 留言回覆我的留言欸 真的好開心啊 中間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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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